排完族艺术家伍玉林 运用毛线 布料及金属等复合式媒材 再结合串珠 缠绕技法 创作出软雕塑 编织 工艺设计及首饰等作品 选择在家乡举办以缠绕为主题的首次个展 将部落与个人串成同心园 传递最纯粹的逆心思想 在八八风宅之后 这十年 第十年 我的一个转换是非常的 跟以前的自己是完全截然不同 我现在在做的就是一个传承 跟一个社会关系 跟一个活在这个当代的自己 如何把这些巨细的往前走 拥有大赦部落贵族身份的伍玉林 从小被富裕坚守传统部落规范 他说缠绕是一个动作 把部落的人事物皆紧紧抓在一起 这是灾害给他的信号 他要把土地的故事继续说下去 因此他近年来的作品 与族群传承议题缓缓相扣 这次的展我找到最核心的自己 所以我开始抓住 就在此时此刻 这个缠绕这个个展 所以整个场域里面 是用以情近视的方式 来做一个表现 可以在这个里面 这个场域里面可以感受到 从摇篮到摇篮的关系 从部落到部落的关系 从情感到情感的关系 吴玉林曾获2018年 普利马艺术奖首奖 今年跟受邀参与日本 横冰三连展及台北双连展 但在此之前 他选择回到自己家乡 举办首次各展 缠绕即日起至7月1日 与原住民族文化园区八角楼展出 有兴趣的民众不妨踊跃参观 感受吴玉林 如何将个人的生命经验 家族的传承使命 利用作品持续传达下去 评论新闻张如意刘建荣 采访报道